歡迎收看汽車世界我是利宜 我們今天試駕的呢全新大改款的 BMW X6 今天試駕的車型呢是 X-Drive 40i 的車型 而且它有搭配了M Sport 一些套件 建議售價是385萬元 往下呢你還有40i 沒有搭載M款套件的選擇 它是365萬元 而往上呢則是經由M Power所調校的 M50i 它的建議售價呢則是超過了500萬元 其實X6呢我覺得它又是一台BMW所打造出來 你會在不知不覺之中 越開越快的車 我覺得在現在這個世代 尤其是歐式的豪華車廠 他們對於科技的競爭以及競竹呢很激烈 BMW也不例外 它的確也在安全輔助科技啊 或是說一些其他的科技來源之中呢 扮演了一個競竹的角色 可是我覺得它並沒有把這個部分 去做大叔特殊 另外呢它還是把所謂的抄架 你本身的一些機械的回饋 而且把所有你可以自定義的東西交換給駕駛 也因此呢它在這個世代呢 我覺得尤其在歐式的豪華車廠裡面 算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品牌 我們先來試一下它的Comfort模式 3.0升的直六渦輪引擎 最大馬力有340匹 而風直扭力則是落在45.9公斤米 0-100的加速其實在40i的車型上面 它僅需要5.5秒 大家知道它其實是一台兩噸重的車子 5.5秒是什麼概念 基本上放在Sport模式之下呢 你踩一下油門 它往前推進的力道 真的是非常的強烈 可是我覺得BMW它厲害的是 它依舊會把這樣子的動力的核心 以及動力的體感調校的 較為平順一些 搭配的變速箱是 8速的手自排變速系統 我剛剛試了一下它的手動模式 其實你在退檔的時候 它基本上是完全沒有猶豫的 因為由於現在電子輔助的東西非常的多 所以呢電腦它會非常強烈的去介入你的 進檔以及你的退檔 可是在這台車上面呢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要跑山路的話 你使用它後面的幻廊撥片 它並沒有什麼遲疑 也因此呢可以還給你一個比較 自主的操架感受 其實在Comfort模式之下呢 它的懸吊系統前面是鋁合金的雙AB 而後面則是多連桿 它給你的路面反應還蠻沉著的 不管你開快啊你開慢啊 都還算是蠻舒適的 好油門加壓之後呢 你可以感覺到 Comfort模式之下 它真的就如同它字面上的意思 舒適加速的感受是非常的平順的 可是由於它的扭力其實非常大 而且如果在大約是1500轉的時候 就可以全速的來做輸出了 推進的力道還是蠻強的 並不會有太多的猶豫 而且其實在這台車上面呢 渦輪遲滯這個現象呢 你也感受不太到 好處子之外 由於它搭載了M款的煞車套件 所以整個煞車的自動力道來說呢 我覺得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好它還是給你一些些的路面資訊 讓你掌握當前的路況 所以你要說它整個路面的回饋模糊嗎 我覺得也不至於 就是你可以知道 你目前開在什麼樣子的狀況之下 在Comfort模式之下呢 其實它的方向盤 我覺得設定上也不偏輕手 像是你整個方向盤的盤徑啊 以這麼大台的修理車來說 它的盤徑還蠻適中的 而且另外它整個厚度的感受 也有做出來 所以如果你長時間駕駛的話 你會覺得你的手還蠻貼合整個方向盤的 甚至是在轉彎的時候呢 它也做出了一些凹凸起伏的感受 讓你激烈抄駕的時候呢 你還是可以保有一定的握感 現在把它切到Sport模式 Sport模式之下呢 它就有很多東西可以讓你來做自定義 Individual 你可以自定義你的轉向啊 你的懸吊的回饋啊 加速的力道很明顯的變得更強了 而且呢 你整個換檔也延後了 好的 我覺得X6其實它就是一台 沒有什麼側傾的修理車 甚至你在長時間的開這台車之下呢 你會覺得 它好像就是一台普通的先輩車 五門的先輩車 或者是說是一台 把椅子加高很多 讓你獲得更多視野的 一台先輩車 大概就是這種感受 我覺得它可以完美的詮釋 當初BMW所喊出的SAC 它既是一台先輩車 它同時呢 也是一台Coupe 我想現在非常多的豪華車廠呢 他們去對於頂級的休旅車呢 做了很多關於運動化的詮釋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將操架的感受擺在最前面的話 尤其是在一般人買得起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BMW還是其中的翹楚 就如同我們目前所試駕的這台X6 過去呢喊出SAC這樣子的名稱 或是說是一個口號 在如今呢它依舊不變的是 對於你整個操架反應的回饋 再來是它搭配上了電子懸吊 所以它可以在不同的模式不同的狀況之下呢 去切換不同的懸吊組 也許你在方向盤轉動的手感上面 在不同模式之下 你可能不會有太大的感受 但是在路面回饋的資訊上面呢 在不同模式之下 一切下去之後 立刻你就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出現了 Sport Plus模式之下呢 它對於路面回饋的資訊強了很多 而且你也可以感受得到 它其實整個阻尼壓縮的行程變得更短了 你車身呢可以做出更為激進的反應 那我想這個也是BMW想要傳達的一個理念 你今天這台車你想要它舒適 它可以很舒適 另外呢你想要它變得很有運動感 它也可以去應付這樣子的狀況產生 而且我必須要說這台車的隔音是非常的好 在Comfort模式之下呢 基本上你不會聽到任何風切聲啊 引擎的噪音啊 或者是說你輪胎滾動的聲音 在Sport Plus模式之下呢 你可以聽到的就是引擎說 回饋給你的聲音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用一台豪華級距的休旅車的 角度去觀想這台車的話 其實它也是完全合格的 它車身的剛性真的是非常的好 而且再加上它有XDrive 四輪傳動系統的輔助之下呢 其實在施滑的路面啊 在今天你進行一些很激烈的彎道操控之下 它的循跡性很好 另外呢它給予你的側傾 給予你車身慣性的擺益也並不會太多 所以你就可以很自在去抄架這台車子 我想越來越多的車廠 甚至是超跑的廠商呢 他們將SUV給搬出來 而且他們號稱的就是 這台SUV它開起來跟旗下的 不管是房車啊 轎車啊 另外先輩車啊 跑車啊 開起來感覺都不會差太多 那我覺得在BMW這個廠商之中 如果你要尋找出一台類似這樣子的車子的話 外型上抄架的感受也好 那我認為絕對是X6 X4也是 可是它可能真的有點太小了 而且最新的一些科技呢 還是在X6上面可能會比較早可以看得到 視野上面呢 前面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是在後面 由於它的後檔真的是非常的小 所以我建議大家可能在回轉啊 在停車的時候 參考一下車側的後視鏡 因為它車側的後視鏡給的非常的大 而且呢 我覺得這台車 我剛剛提到的 包含在側行 在整個抄架的狀況上面呢 都很有一般先輩車的感覺 它唯一可能讓你覺得 喔 原來它是一台休旅車 你可以往後面看它的空間 還有呢 你在回轉的時候 回轉半徑還是稍微大了一些 這個時候你可能會意識到 喔 原來它還是一台SUV 可是這 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其實BMW他們就把抄架放在第一位 它對於你駕駛信心的累積也好 對於你適應不同路面的抄架也好 其實都很有BMW的風格 也都會讓你感受到一定的樂趣 這個是我對於X6 這次所展現出來的抄架體驗的感受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外觀 以及它的內裝設計 好的 由於今天試駕的是M Sport車型 所以它當然具備了一些M款的套件 同時呢 今天的試駕車選配上了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我等一下一一的跟各位來做介紹 我們先來看一下車頭的面容 兩旁的頭燈組呢 採用了高階的LED頭燈 如果你今天想要更加良好的照明效果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它們的雷射頭燈組 當然這個是要加價來做選配的 另外 中間的水箱護照呢 當然它變高了 也變寬了 尤其在寬度上面呢 我覺得視覺的效果 比過去更加的強烈一些 採用了一些霧銀色的塗裝 同時裡面的進氣柵欄呢 也是可以來做開啟以及關閉 這個是自動的 而且這台車選配了一個 要價3600的LED四光水箱護照 在裡面 它其實佐路了一些LED的燈泡 讓它在夜晚的時候 水箱護照裡面同樣可以發光 下方 保險桿最明顯的是在於 它採用了M款的空力套件 所以呢 較為的鋪張 同時也具備了一些運動化的性格 兩旁的炸燈組非常的大 上面也整合了霧燈組 這個是LED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車側 其實就是這個面向讓X6 在BMW全系列的休旅車當中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它有一個類似Coupe的造型設計 也讓它看起來特別的動感 我們來講一下配備 後世紀整合了LED的方向指示燈 另外也有盲點偵測的功能 而且我們在這邊看到一個M 代表的是它是M Sport的車型 所以它有特別標示出來 同時前面的葉子板 做出了一個黑色的分隔處 其實它並不實際具備散熱的效果 不過也由於這樣的設計 讓它看起來更加的與眾不同 輪圈組標配是M款的20吋鋁圈 不過今天的試駕車 它升級到了21吋的M款鋁圈 配戴規格前後配 前面是315-40R21 而後面則是315-35R21 當然它具備了免鑰匙感應的功能 而且它的窗框 它今天選擇的是黑色亮面窗框 你也可以另外選擇鍍鉻的窗框 這些都是不用加駕的 車尾的印象 其實從這個曲線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走的是非常運動化的風格 上面有一個小型的鯊魚旗的天線 而後方的尾翼呢 這個也是屬於M Sport車型所專屬的 由於它車身曲線的關係 所以你會覺得它的車尾 較為的低爬一些 不過就線條上面來看呢 它其實還是非常的飽滿的 尾燈組呢 跟過去比較不同的點是在於 它往旁邊拉伸了 而且變得更加的窄了一些 同時裡面當然有LED的導光條 並且使用了全LED的光源 這邊有一個名牌X6 它的車型名稱 而旁邊呢 則是它的等級X-Drive40i 這是我們今天所試駕的車款 下方的保險桿當然也具備了一些M款的通力靠件 另外呢 排氣尾管採用了雙邊單出的排氣方式 我們來看一下行李箱空間的表現 一樣透過電子閥的開關 開啟 好它有電動尾門 另外我注意到一件事情是 由於它這樣子類似Coupe的鮮背造型 所以它的尾門高度是很高的 但是如果你就整個行李箱的開口來看的話 其實它的高度並不高 而且呢它的底板隆起的幅度是很高的 你在置放行李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基礎容量大約是落在580公升 你可以透過後座的424里 被分離傾倒功能呢 將它的容量擴充到1500公升以上 我覺得深度很夠 你要放衝浪板長型的物品 都不會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置放一些比較高的 像盆栽啊 像是一些箱子啊 這類型的物品的話 你可能就要稍微去遷就一下 它行李箱空間的高度了 至於在下方呢 其實已經沒有備胎了 可是它另外分隔出一個置物的空間 讓你可以來做運用 好我們來看一下內裝的空間以及它的質感 當然是一群的家族化的設計 所以包含了科技感啊 質感啊 以及它在空間取向的設計上面 一些曲線 跟我們過去看到的一些新世代車款 都有很多類似的地方 我們先來講一下質感好了 上面 軟質的塑料 以及一些格紋的配置 讓它看起來 確實視覺感還蠻好的 而且我覺得前面這個雙12.3吋的液晶螢幕 讓你可以很快的掌握你的行車資訊 當然它也真的非常的好用 而且我一直懷疑它這個中控螢幕 可能不只12.3吋 看起來的樣式呢很大型 裡面當然有一些視聽娛樂的功能 我想這個是基本的 原廠的導航系統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無線的Eco CarPlay的連接功能 我覺得這個是真正造福了 你可能常常在使用iPhone的人 360度的環境影像系統 以及各式各樣你可以選擇的娛樂功能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螢幕啊 在倒車顯影以及環境影像功能的狀態之下呢 解析度真的非常的好 下方呢有一些空調的操控介面 前面雙區後面雙區 整車是四驅這個是標配的 有兩個小型的螢幕 讓你來直接看你目前空調的狀態是如何 當然呢出風口的設計呢 你也可以看得出它水箱護照一些影子 採用了六角多邊形的設計方式 打開之後呢有兩個置杯架 以及一個置物空間 左邊呢還有一個無線充電板的功能 這個也是標配的 後方呢我想最引人注目的在於它的 一些水晶排檔以及按鈕的操控方式 包含了你的排檔桿啊 你的資訊系統的旋鈕啊 以及你的音量旋鈕 上面都有採用了一些水晶來做裝飾 質感真的蠻好的 當然這邊也羅列出了一些 包含了安全系統啊 你的操架模式啊 主要的一些娛樂控制的按鈕 都在這個部位讓你來做選擇 對開式的中央扶手 裡面深度還蠻深的 而且還有附上了一個 USB Type-C的插孔 如果你今天傳輸線不是使用Type-C的話 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前面有一個USB A的插孔 座椅的部分呢 如果你喜歡舒適的話 我想對這具座椅應該沒有什麼好嫌棄的 它坐起來確實非常的舒適 而且呢在舒適之中呢 它也帶有了一定的包覆性 我們剛剛在山路跑的時候 其實這個椅子 給我們的支撐性以及包覆性 以休旅車來說真的都還算不錯的 窗前座椅都採用了電動調控的功能 當然在駕駛座呢 它多了兩組的記憶裝置 方案盤的盤景我覺得非常的適中 而且如果以這麼大的車來說 其實它有點小了這麼一點點 可是它的握感是非常的好 它上面使用的這個皮質很飽滿 所以它給你的手感是很好的 後面有換檔撥片 方案盤盤面的左邊呢 你的安全輔助科技 所有東西都在這邊了 右邊藍牙通訊啊 你的音響啊 以及你一些基本的操作 可以在這邊來做調控 當然這個方案盤呢 也是使用了M款專屬的方案盤 後方呢 燈組 遠近光燈自動切換的功能 而在前面的儀表板 我們常看到的12.3吋的儀表板 顯示介面很大 你可以調整一些相關的行車資訊 導航也可以直接整合在這邊 而且我覺得這一次的X6呢 它使用了品牌最新世代的安全輔助科技 當然在一些全數域的ACC 車道維持啊 轉向輔助啊 盲點偵測啊 另外還有前方以及後方的 預警煞車系統 這套系統呢 其實過去在台灣 你可以看到 大概就是這樣 可是這一次在X6上面 由於它把一些新世代的科技把它打開了 所以呢 當你使用你的半自動駕駛功能 行駛在路上的時候 你甚至可以直接在儀表板上面看到 左右邊是不是有來車 而且我覺得很妙的是 像我今天右邊有一個公車經過 它直接在你儀表板上面呈現右邊車道 有一個公車圖樣的車子經過 我覺得它距離的判斷也還算蠻準的喔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你可以在BMW新世代車款 享受到最高等級的安全輔助科技 好上方有一個全景的天窗 它這個天窗呢 比前一代的X6大了非常的多 所以呢我們往上面看 你可以取得很不錯的視覺效果 好的這一代的X6呢 其實全車除了車高降低了一些些之外 它全車都放大了 包含了軸距 軸距放大了4公分 所以大家不要再講說 X6它可能為了一些車體的設計取向啊 犧牲它的內部空間其實並不會 我身高173公分 前座一樣調整成我的標準座姿 腿部空間還有兩個拳頭以上喔 而且我最在意的是在於它的頭部空間 但是我發現它其實遠超過一個拳頭的空間 所以坐在後座 基本上它的空間格局完全沒有問題 我唯一有一點點覺得遺憾的是在於 它整個座椅的傾斜角度上面 稍微有點挺 所以如果你想要坐得更舒服的話 不妨往下面移一點 這樣子呢可能長途行駛之下 你會覺得比較舒服一些 好的其實X6它雖然採用了式文傳統的系統 可是我發現它中間容器的幅度並不高 好中間這位乘客呢應該也可以享受到 還不錯的腿部智放的感覺 另外在配備的部分呢 第一個後面也有雙區的恆溫空調 標配的這邊有一個小型的置物空間 打開來之後呢12幅的電源插孔 另外在前面呢有附上了地圖帶 而且質感真的還不錯喔 裝上扶手我們把它打開之後 兩個置背架隱藏式的 這邊還有一個比較淺一點的置物空間 當然你也可以透過這邊這個拉環 將這邊的2來做分離 方便你拿取後面的物品 好我想它的後座沒有太大的問題 質感的表現也很好 另外還有附上了一些像是旁邊的置物空間啊 兩組的ISOFIX 而它完全座椅的固定扣 好的空間沒有問題 那當然外表也是很帥氣 我覺得最重要是在於它的超級感受 它其實不太會讓你感覺得出來 它是一台這麼大型的休旅車 覺得這也符合當初BMW提供給它的SAC的稱號 我想直流在這一代的進化呢 不管是外面不管是裡面 那當然在超價的部分呢 我們都是有感的 那價錢的部分呢我想 每個人有每一個人的想法 我們這邊也不多做評論了 但是基本上你買到的任何一個車型 它的配備也好啊 它的安全輔助科技也好啊 都是非常充分的 那當然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們的頻道的話 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在下面留言按讚 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未來我們會持續為大家帶來更多的實價報導 掰掰 2760人 市粉溫 ρό靜 入錦 旅僯 高